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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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 在公司吗 在 怎么了 妈妈在你公司附近的西餐厅 中午一块吃个饭 今天正好是你生日呀 我现在公司还有点快点 我都定了位了啊 好啊 您那么年轻就那么有成就 还 还不说吧 你培养得好 你看你儿子多好多优秀啊 您 您过去 您过去 您也帅也好 我女儿来了 真漂亮 陈教授 莎莎 又见面了 你们俩认识啊 莎莎在翻译我的论文 非常专业 我们合作很愉快 好好好 快坐 陈教授 什么又在了 看来莎莎和我们家这孩子 还真有缘 服务员 上菜吧 好 莎莎 听你妈妈说 你平时喜欢喝茶 我们家陈吉也喜欢 我知道几家不错的茶馆 以后你们可以约下午茶 是吧 我们家莎莎随她外公 对茶道还有所研究呢 是吗 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呢 还有什么相同点啊 我们都喝不了酒 好 好 对了 我朋友啊 给了两张歌剧票 正好是今晚 你们可以去看 莎莎 你有时间吗 我们家莎莎肯定有时间 是吧 实在抱歉啊 我今晚跟我男朋友约了 这 没 没关系 那就你和你的男朋友去看吧 没关系 那 那我代表我们莎莎就谢谢你了啊 不客气还已经 我真是不明白 成绩有什么不好的 年纪轻轻就是医学教授 你有什么不满的 干吗要撒谎 说自己有男朋友 弄得大家多尴尬啊 妈咪我没撒谎 那你告诉我 你男朋友姓什么名什么 在哪里工作年薪多少 父母有什么高就 真是 爸爸 我跟莎莎在外面呢 行 那我们马上就回去 你自己可以考虑考虑 喂 谁啊 餐厅的预定短信收到了吗 你什么时候约的 这家法材很难约的 半个月前 生日快乐 你故意的 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惊喜吗 那我们晚上见 嗯 晚上见 嗯 儿子 您的苏打水请慢用 谢谢 天哥 我坐在客窗这里哦 你快到了吗 请慢用 电话已关机 您好 impacto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抱歉 订阅员的电话已关机 抱歉 订阅员的电话已关机 喂 诚友 我是莎莎 什么事啊 天歌她下了飞机之后 有没有去过公司呀 没有 你找她呀 没事 没事 我先挂了啊 你好 女士 请问可以点餐了吗 你稍等一下 我男朋友马上就到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师傅 去海天公寓 去海天公寓 您好 您找谁 您好 1201的卫天卫先生他回来了吗 卫先生 今天天没看见他人了 你有事你给他打电话吧 谢谢 谢谢 喂 天哥 你在哪儿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出什么事了 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我在下海服务医院 我马上来 你怎么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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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张辉 我的老专友 这是张辉的太太 我女朋友 谭莎莎 怎么回事 张辉的妈妈 因为要做一个大手术 特意从外省赶回来 今天要不是卫天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家都是兄弟 不用这么说 一会儿等老人检查完之后 我就给你们安排酒店 不用不用哄 我们自己定就行了 嫂子 跟我就别客气了 先生 这是您的房卡 1311房间 请走那边电梯 谢谢啊 别多想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谢谢了 我送你回去 你今天一下飞机 就陪他们去医院了 你忙到连看一眼 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对不起 那想必你也不记得 今天是我的生日 和我约在了餐厅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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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我解释 莎莎 喂 天哥 你终于接电话了 快来公司 齐事 好 我马上过去 禾 莎莎 我可以给你经 你要的文件 你要我的文件 我已经发你邮箱了 昨天晚上 chefs 刘经理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你拿这个打 解 解气 只要你能原谅我 你怎么打都行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叶叶 那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叶叶 今儿周末 好久没聚餐了 一块吃火锅去啊 天哥 一起去啊 好啊 我今天跟灵溪有约了 我就不去了 好啊 那 那我去上网了 晟晟 就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吗 你怎么打醉的呢 谁说酒吧只能喝酒 你说什么就试试吗 你说 一段感情里面 如果只有一方复出的话 是不是走不远 如果这是无人物命题 那我的回答是 是 如果前缀是你和魏天 那我的回答就是 是 魏天这个人啊 他不会轻易动心的 但凡东西 就会长久 那他是你朋友 你肯定替他爱说话 要非得说亲疏远近的话 我和你的关系 远胜于他吧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有句老话 理解是 好的交易 有什么话 问他吧 走啦 让他买单 再生气 也不能不收生日礼物啊 我亲手做的 我亲手做的 怎么回事啊 张辉 是我在部队里的连长 有一次 我们去山里拉链 遇上了山体滑坡 当时我们都被困在那儿 到了晚上 气温周江 我身体出现了十温症 一度昏迷 他把自己的外套托给我 还把我从山上背了下去 后来呢 好 后来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 我们连长的妈妈 每天给我炖汤喝 后来我们连长退役了 在一家气球店找了一份工作 退伍这些年 我总是邀请她来下海玩 她每次都拒绝 我知道她是不想麻烦我 可就昨天 我们一身傲骨的连长 给我打电话哭得泣不成声 我真的不能无动于衷 莎莎 我对不起 我失约了 但是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依然还是会选择去医院 我错了 没提前给你发消息 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下午我来接你 接我去 去哪儿 怎么了 你怎么不早说是爬山啊 我就不穿这双高跟鞋了 我别你 不用 我自己走 上来吧 走了 天哥 要不你放我下来啊 你们两个现在想不想等你啊 不像 为什么啊 当年我很害怕 但是我现在觉得很安全 我自己去哪儿 天哥 你要不放我下来吧 我真的能走 当年 我能把你背下山 现在 我也可以把你背上去 走了 抓好啊 爬 哪儿来的蛋糕啊 原来你有记得给我不过生日啊 两个小时之前我拿上来的 你两个小时前你上过一次山 那你还背我 你傻不傻呀 莎莎 我呢 不太会表达 尤其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或许以后我有 有的时候还会做错事情 或许有的时候还有 别说 我懂 别来说 妈 许个愿 妈 许个愿 妈 许个愿 妈 距离 不让人选拥 不让人选拥 我都选拥 每次一里 每交换的秘密 你是美的 爱是不管到哪里 心始终在一起 哪里 在夜 听见你的气息 这世界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事情 以为你姓名正注定 I'm blessed by love 永生彼此引力 交换过的月底 远过光影 爱是不管到哪里 心跳有感应 这是我过过最喜欢的生日 这个英文名词地名 我觉得还是得翻译成西沃兴 我在一本旧书里面 查到的是西沃拉丁 一名还是要以世界地名 大词典为准 不能从中的 还有这几个地方 我已经标注了 我觉得还是得稍微 再斟酌一下 徐老 您这边怎么样 我看您进度一直很慢 是有什么难处吗 我可以帮您分担一下 林夕啊 你还记得我一直喜欢看的那本 诺奖著作吗 作者在写这本书的初稿的时候 仅仅用了四十三篇 但是瑞典的汉学家 在翻译这本书 用了六年时间 所以翻译这个工作啊 就像是带着指甲锁跳舞 每一个用词 用字 都得慎之诱深 明白 修改过的稿子发给你了 好 希姐 我大概下周一给你 行 你翻译了多少 先发一部分给我 好嘞 怎么样啊 翻译稿有反馈了吗 还没呢 估计也就这一两天吧 行 那等项目结束之后 我带你去跑温泉啊 还有别的一堆事呢 等一下啊 凹新稿被退稿吧 退稿了 从来到时候 从来到时候 发出了什么 回忆 无法 伤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那么早啊 你不会是通宵没睡吧 二星边又被退了 什么 这都退两次了 我觉得第二稿已经很完美了呀 这个报告先生到底怎么想的呀 我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 中文字幕——YK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不在公司 刚刚是公司给你打电话吗 没事吗 公司没事 但电话有事 我爸妈过点时间要来下海 能否商联一起吃个饭 前家长啊 怕了 不会啊 行 等他们来了 到时候我通知你 叔叔阿姨喜欢什么 我可以提前做准备啊 他们喜欢儿媳妇儿 萧总有老婆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在哪儿呢 干吗 什么都不用买 什么都不用买 你只要去了 他们就很开心了 行 我还要在这儿查资料 你回去忙吧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陪你 看吧 我到这儿吃了 好 你没什么了 你回来 他不想了 在哪儿是不是 他不是说 马云 他就是 我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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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一诚 你看看这些封面是不是感觉怪怪的 都很对甚啊 对 你看 他这里面的插图 也都有这种风格的 强不正儿 我记得有一位翻译大师 他对文稿的要求就是 一定要有夜眉夜角还有夜码 少一个都不让他浑身不舒服 是 很多文人都有这样的怪癖 所以文稿的问题就是 让他看起来觉得不舒服 肯定是 我现在就回去 把文稿改成左右对称的表格形式 你还在翻译他看看 你还在翻译他看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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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看了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表示吗 我回去发完邮件 然后宵夜给你准备什么 夜宵 这 不能有什么其他的吗 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 你的礼物 路上 我想一想 嗯 奖励 你这个翻得太白话了 如果翻成山鸾蝶翠 繁花似锦 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这个好 回来了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凹芯片的翻译稿过了 汐姐 你后来怎么改的啊 怎么就一下子过呢 我记得之前一组的稿子 改了五六遍呢 我呢也没干什么 就是把稿子的样式改了一下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可能连Bob先生自己 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吧 你去跟那个一组二组 也同步一下 省着他们以后做无用功 去吧 对 去吧 糊涂有无是好事 行 这就说 灵溪 以前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 自私难搞的人 不过这几天相处下来 其实你人真的很不错 我看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事业上啊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第一眼看到你就会喜欢上你 而百分之四十的呢 要经过努力 通过人格魅力 让别人喜欢上你 还有百分之三十的 就怎么做 都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对你的偏见 嗯 那看来我在你们眼里是哪 你也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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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儿呢 你就安排吧 怪公 是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没有小夕一家人呢 爸 你也知道灵溪的态度 我想请她 她也未必会来 妈 怎么这么说呢 外公 你看 外公生气了 我不是怕吗 怕灵溪他们来了以后搅和 到时候难过的还是你外公 我不是为大局考虑吗 小晨 吃饭吧 好的 我 林峰 怎么还不走 我在跟陈文聊天呢 不好意思啊 细姐 没事 一码事归一码事 她最近怎么样 都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 非得去报社做英文编辑 虽说稳定吧 可这薪水跟华生差了一大截 以她的能力 是去才了 算了 也可能对她来说 这才是最理想的工作吧 可是跟她一起实习 都是新文系毕业的 她根本不占优势 最后我们能不能留下孩子两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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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姐 可不可以帮文文写个推荐信啊 拜托 别跟她说是我写的 谢谢希姐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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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早 王爷 别乱乱乱乱 慢点 莎莎 帮忙 我请帖都已经寄出去了 还漏了一份 什么意思啊 外公的寿宴请帖 你先打开看看 高教授新字写的 而且只此一份啊 外公的意思 你应该知道吧 他跟我妈妈已经三十年没见了 你觉得我们家去合适吗 那不更应该让大姨见见外公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外公给人让步啊 他是八十年 我看你那首歌 全意都可以 真的 真的 干吗 这话该我问你 怎么了 一天心不在焉的 说说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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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爱过的你 回忆的脚步声 从未停止喧哗 时间也曾不想 两颗心跳碰撞的 呼唤 你像一样牵引着我 想去抵挡 原来爱记得 曾经的你我 甜甜的情有毒中 寂静飘荒 爱一世如昨 总会有风 我 吹散 事物拔波 终现你清澈 的路过 仿佛星辰 点亮满天 夜色 散开心飞 把无解的枷锁击碎 我们相互成为 被爱确信的珍贵 我 等待你拥抱 我 重温的不知所措 绚烂成烟火 我 温暖 会把我 都记得 原来爱记得 原来爱记得 重新将会你和我 微风起伏着日落 你望着我 直到云再容忍了情何 担起你的手 固盘在彼此的眼眸 幸福的生活 常拥有 和你同往更多 遗憾